主料,排骨500克,辅量,姜片,八卦两粒,老抽,盐,白米醋,可乐一卦,准备好新鲜的排骨洗干净备用,再切几片姜,可乐一卦备用,锅中放入适量油,下油温高了,放入姜片炒会儿,再放入排骨,加入适量盐煸炒,姜片磨了锅顶后,肉不会粘在锅底油,把锅中的水分炒干, 再放入适量白米醋爆炒一下,去腥围就是有点清澈不昏浊,再发出阵阵的肉香味,接着放入两粒八卦,少许老抽,搬炒一遍,就把可乐倒入,锅盖盖煮,中火煮15分钟左右,15分钟后开大火收汁,起锅,起锅后,在排骨上撒下少许芝麻,香甜的可乐排骨就成功了,烹饪技巧,排骨在煎的时候, 一定要把水分煎盖,如否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